在倚天屠龙记中 江湖武林之中高手众多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武当派的创派祖师张三丰 和名教前任教主杨鼎天 这张三丰是正派的扛把子 江湖武林人士都要高看他一眼 因此尊称他为张真人 而名教教主杨鼎天 白道黑道中人都对杨鼎天文风丧胆 胆战心惊 听到杨鼎天三个字都瑟瑟发抖 按理来说张三丰与杨鼎天 一正一邪没有可比性 但是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杨鼎天与张三丰实力都很强悍 杨鼎天别名为杨破天 是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人物 中土名教第三十三代教主 执掌名教二十余年 在位期间将中土名教治理得十分兴盛 并拒绝波斯名教总教的将员命令 怀有驱除达鲁之宏愿 武功极为高强 将名教镇教武学乾坤大挪移 修炼至第四层 出了武当派的张三丰真人 几乎是当事无敌 这杨鼎天当年在世的时候 威震江湖 无论正派中人还是邪门歪道 都要对杨鼎天避而远之 因为说不准杨鼎天一个心情不好 就要被吊打一番 因为杨鼎天太厉害了 江湖武林基本上没有敌手 大家都知道 少林寺作为江湖武林各大门派的龙头老大 稳坐江湖武林门派第一把交仪几百年 够厉害吧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杨鼎天想要揍人从来都不挑人 就连少林渡饿 渡劫 渡劫 渡难 三位神僧照样被杨鼎天打得泪流满面 体无完肤 可以说十分厉害 不仅如此 杨鼎天还带领明教弟子 在全国各地招兵买马 攻城掠地 打得元朝大军丢盔弃甲 溃不成军 而且还把元朝统治者打出了心理阴影 大家都知道 在倚天屠龙记中 即使明教四分五裂 早已没有了往日辉煌 基本上就在破灭的边缘了 但是元朝统治者 还是要将明教一网打尽 以防死灰复燃 可见杨鼎天是多么的威武 霸气 屌啊 确实是将元朝统治者打疼了 而武当派张三丰 更是金庸笔下境界最高的人物之一 足以通传说中的达摩老祖比肩 张三丰敬谢超凡脱俗 武功独步天下 自创多种武学 传授张无忌太极拳剑 并指导他将九阳神功 乾坤大挪移 与太极拳剑融汇贯通 忠诚一代绝顶高手 曾经接连挫败昆仑三圣 何族道以及玄冥神掌 创始人白笋道人 是一个狠角色 金庸对张三丰极其推崇 称他是中国武学史上 不是初的奇人 对张三丰所创武当武功的定位 是辉英后世 照耀千古 他开创的太极权剑 则被誉为武学中的新天地 充须形容五岳剑派史 曾说各派之中 有一二才智之士 武功精强 雄霸当时实属寻常 五岳剑派就属于近六七十年崛起 但是论家底依旧被认为 不如昆仑而眉 张三丰却打破了这个规律 他在世之时 仅仅凭借他一人 就创出了足可比你少林 近千年积累的武功 张三丰在神雕侠侣 和倚天屠龙记中均有出场 虽然出手不多 战绩却是极起辉煌 曾经跟一欲扬过物中身的郭湘 有过一段匪言 正如书上所说 哪个少女不怀春 哪个少年不忠情呢 别看倚天屠龙记中 张三丰一出场先锋倒鼓 其实他也年轻过 曾经对郭湘展开过猛烈的爱情攻势 当时张三丰还在少林寺呢 最后搞得少林寺的和尚们 都春心荡漾 念经都念不下去了 于是直接把张三丰赶了出去 后来张三丰最终被郭湘拒绝 从此疯狂撸铁 修炼武功 最后神功大成 并且创建了武当派 使得武当派成为江湖武林之中 唯一能够与少林寺 掰手腕的名门正派 可见张三丰是多么厉害 尽管张三丰和杨鼎天很强 但是在倚天屠龙记中 有一个绝世高手 此人武功出类拔碎 张三丰自愧不如 让杨鼎天望尘莫及 说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才没猜到 这个人是谁呢 其实这个人就是江湖武林后起之秀 张无忌 张无忌 金庸武侠小说 倚天屠龙记的男主角 中土名教第三十四代教主 武当派武当七侠张翠山 与天英教紫薇堂堂主 殷素素之子 名教四大法王金毛师王谢逊一子 出生起在冰火岛过着原始生活 踏足中土后 即幼师护士 众玄冥神掌寒独命危 后在蝴蝶谷带兵席衣 逸送孤儿至西域 在昆仑仙谷绝处逢生 忍受寒独煎熬七年 此外还经研医术和毒术 术绝尘还 一生救人无数 常制服敌人而不杀害 只防卫杀过四个恶人 实力悬殊 往往一人决战数个 至数十个顶尖高手 二十岁决战光明顶 孤身大战少林 武当 峨眉 昆仑 空洞 华山六大派高手 一战成名于天下 若冠之年 担任名教教主 十百万教众 清新鬼府 统一名教 率领名教光明左右使 护教法王 五散人 五行旗 几百万教众 旧张三丰 旧谢迅 闯金刚伏魔圈 号令群雄 抵抗援军 张无忌最终获得 武林至尊屠龙刀 及刀剑中的兵法秘籍 五目遗书 九阴真金 和降龙十八掌 张无忌是金庸笔下 武功最高的主角 是他最想成为的人物 张无忌对六大派 以德抱怨 与名教下属兄弟般的感情 与张三丰 师祖孙的如牧之情 与谢迅的亲情至爱 展示各种男子间的情谊故事 先后 谢后了周芷若 殷黎 小赵 赵敏等红颜 张无忌二十二岁时 把称帝机会 让给属下朱元璋 携赵敏退隐江湖 新修版 暂时归隐蒙古 大家都知道 这张无忌从小就跟着 杀人狂魔谢训练武功 武功底子好 什么欺商权 施吼功 混元功 张无忌信手拈来 后来张无忌更是集九阳神功 和乾坤大挪移神功于一身 实力相当厉害 更猛的是 张无忌还将乾坤大挪移神功 练到了最高境界 一掌下去 周围到处爆炸 直冒火星子 十分厉害 当年光明顶之战 张无忌力措群雄 以压倒性优势 将各大门派的高手 打得欲哭无泪 而牛逼轰轰带闪电 嚣张跋扈屌诈天的杨顶天 尽管实力不输 但是乾坤大挪移神功 杨顶天临死的时候 也紧紧练到了第四层 可以说跟张无忌的 第七层境界相差 还是很大的 因此张无忌让杨顶天 望尘莫及 而大家都知道 张无忌光明顶之战 迅速江湖武林一线 武打明星之力 在江湖武林彻底火了一把 吸引了无数的亮媚女神 像周芷若 赵敏 小昭 杨不悔 阴黎 甚至黄山女子 这样的风华绝代 不仅有着倾国倾城的花容月貌 而且还有着 婀娜多姿的魔鬼身材 这样的女子 都要往张无忌身上扑 可以说张无忌这艳福实在不浅 张三丰尽管活了一大把年纪 到头来还是一处难 实在是白活了 在武当山上 听到了张无忌的传奇经历 张三丰自愧不如 白长了一大把白胡子了 我可以说张三丰尔